Hello 大家好 珠春露 澳門麗進大股東陳榮煉遭澳門司警拘捕和扣留後 即時有人挑選 澳門麗進發表公告表示 譚慧珠因個人原因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2月3日起生效 從當日起 譚慧珠已不再擔任公司的審核委員會 申籌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公司指出 譚慧珠確認與董事會之間並沒有意見分歧 而且沒有其他辭任事宜需要提請公司的股東關注 譚慧珠在大股東陳榮煉因為涉嫌非法經營賭博 1月底在澳門被捕後 首過跳船的公司董事 譚慧珠辭任後 澳門麗進只有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因此未能符合廣交所上市規則 即是需要至少擁有三名獨立非執董 公司指將盡最大努力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 盡快密適合適的人選填補空券 並無論如何 在3月內滿足上述規定 陳榮煉在上個月打一位涉嫌非法經營網上賭博 被澳門警方拘捕 更被指涉及周卓華案件 澳門麗進在1月31日說 大股東陳榮煉為免分散公司注意力 和出於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已辭去公司執行董事 董事會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職位 請從未來 感谢观看